回答这些问题不简单 就是一个站着的健康人士 没有权利给腰疼的人提建议 所以说真正在人生低谷的人 靠他人的建议能缓过来吗 其实缓过来都是自己缓过来的 唯一要告诉你的是 世间运行就是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而且道在体现的时候 往往都是在我们不经意的细微之处 所以当你现在是低谷 相信未来一定会起来 然而起来的机会在哪 肯定在你曾经未曾关注过的地方 而不是你一直关注的东西 比如说原来你太关注钱了 你现在陷入低谷了 现在就别关注钱 可能得去关注别的细微的东西 关注家庭学习锻炼身体 或者以前好久没联系的朋友 但是总体上说得靠自己熬过去